今天台式晚期新闻 我是一吴 台中发生了打错疫苗的离谱事件 有民众投诉 她的母亲是老师 日前来到了太平卫生所 接种莫德纳 而且在接种前是三度确认 打的是莫德纳没有错 没有想到一打完之后 护理人员却说 不好意思拿错疫苗 打成AZ了 而且有三个人都被打错 让她觉得很离谱 太平卫生所 帮民众接种COVID-19疫苗 却传出打错疫苗了 公所人员还一问三不知 有民众投诉 她母亲是名教师 学校通知她到卫生所 接种莫德纳 接种前护理人员 特别告知一次 今天是打莫德纳哦 没想到打完后 又跑来说刚刚拿错疫苗 她跟另外两人被施打AZ 拿错的AZ本来是要退给中央 因为跟莫德纳的瓶子太像 才拿错 民众傻眼 这是攸关人命的事 对身体会有落差吧 跟自己预期不一样 是真的蛮严重的 形成血栓的潜在风险的话 那就是去避免去打AZ 民众觉得离谱 专业医师也觉得夸张 实际比较AZ跟莫德纳 瓶盖颜色相似 瓶身相似 要看标签的名称来分辨 之前台中市也发生过 AZ疫苗被当资源回收丢弃 还被放到蛋架上 又被蛋伤捡到打1999 是否才知道出包 卢秀燕当时出面道歉 虽然这两瓶疫苗已经找回 但是我认为非常的不应该 要求全面检讨后不到一个月 竟然又发生打错疫苗事件 原计划提供莫德纳疫苗 但卫生所人员误取为AZ疫苗 卫生局表示 已经跟三位教师道歉 也会持续关心 他们施打后身体健康情形 对失职人员则是一归一处 但是这样一再出错 错的还是攸关人命的疫苗 不免让人质疑 是否罗斯是不是松了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